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我的曾祖父相识 他们家是数代传承的鬼门针法 并且精通眼镇的法术 治疗癫狂这一类疾病百智百孝 从无失手 到我曾祖的朋友已经是第五代传人 他这个人生性狂傲古怪 自时掌握了诛杀鬼神的技巧 对灵异知识尤其无所忌惮 每次到病人家应诊的时候 指着病人的鼻子高声叫骂一通 本来胡言乱语狂躁不安的人 立刻被他骂得低头不语 此时他拿出银针 按照十三鬼门扎下去 病人昏睡半日 起床的时候就好了 按照规矩 事情是不能做得这么绝的 鬼门要一门一门慢慢地往下扎 鬼被逼得受不了的时候 就会哀告真师 此时真师问清涅寨前缘 在人鬼之间做个和事劳 并加给鬼道做些功德 帮助他们早早抄生就是了 可是这个贺先生偏不信邪 他觉得人鬼应该互不干涉 既然鬼附身害人 就一定要赶尽杀绝 以免日后再次为祸 有道士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邪 有一次 这位贺先生就遇见了一位厉害的主 有一位女病人 二十七八岁 狂躁非常严重 犯起病来爬到屋顶上拜月亮 或者生死活鸡痴 或者一丝不挂地往门外跑 一点也不知羞耻 而且力大无穷 发病的时候 要三四个壮汉才能致服 家人为了此事 也曾找过喇嘛念经 道士做法 毫无用处 听人传说贺先生医术高明 所以请来医治 贺先生见了病人 按惯例先是一通大骂 病人毫不理会 后来竟然和他对骂起来 只得让家丁先把病人按压住 然后贺先生强行针刺 每次进一针 病人都要撕心裂肺地高声喊叫 然后笑骂贺先生 到第十三门鬼风学的时候 那个东西高声说 你今天非要置我于死地 坏我的道行 我不会放过你 我诅咒以后你的子孙之中 每代必出一个痴呆疯癫之人 贺先生冷笑一声 不以为是 朝病人折头一针子下去 把那个东西了断了 当时贺夫人已经身怀有孕 半年之后戴下帘 无恙 贺先生讥笑那个妖怪太自作张狂 两年之后又生一子 三岁后发现是痴呆疯癫 久之不孝 以后所生儿女无恙 我曾祖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见到第七代人 确实是每代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人 贺先生治病救人 也算是顺应天道 积德行善 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不幸呢 可能是对鬼神太过刻薄 滥杀无辜 才会这样吧 佛说众生平等 不管对高贵于我者 或是低贱于我者 都应该抱有宽恕仁爱之心 道路才会昌盛持久啊 第二个 太素脉 看过中医的朋友 都被医师试过脉搏 脉搏跳动的细微变化 是中医师判断 病患身体状况的主要依据 精通脉法的医师 通过把脉 能把你身体所有的疾病 和不是一一说出 有些甚至是特别细微的 连患者自身 都不太注意的情况 也不会遗漏 不夸张地说 比高科技的CT机还要精准 但是要学会这样的卖法 首先自己要是决定聪明的人 其次要有明师指点 然后通过多年的实践和磨练 莫过数以万计的卖相之后 才能够获得 中医界真的懂得卖法的人 一百人里也就有那么两三个 懂卖法的人里面 一千人里 未必能有一个修炼到这个境界 现代中医界 有一位姓金的老中医 人送外号活CT 大概可以称得上奇才中的一个 金老是盲人 也许在现代社会里 只有并却花花世界的骚扰 才有可能修炼成这样的盖世绝迹吧 言归正传 接下来讲的这个太素脉的故事 却是跟命运有关的 太素脉法是一种通过脉搏跳动 来判定人生疾凶祸福的方法 可以归入相法一类 根据现在可考的资料 这种相法早在汉代 甚至更早就已经有所流传 明代青城山人张太素 加以归纳总结 整理出一本太素脉秘诀 留步时间 所以后来就管这种 相法叫太素脉法了 曾祖父民国初年 在互上坐诊的时候 有一人在街市上 以太素脉法 为人评断吉凶祸福 每次收银扬五角 据说非常灵验 有很多知名人士 也要找他去看 因为也算半个业内人士 曾祖不太相信凭借卖法 就可以补算命运的说法 当时药店有个伙计 天生卖相奇特 曾祖父就差遣他去补算 伙计回来后 汇报补算结果说 日后当想千户之路 大家都觉得好笑 一个药店的伙计 怎么可能会当大官 曾祖也复之一笑 以为此人不过是收取银钱 说些奉承话罢了 数年后窝扣乱花 此人从容抗日 因战功卓著 屡屡提升 后在江苏某县任县长之职 所辖千户有余 另外一则是曾祖父听说 当时有一人问补 先生说他命中无子 即使生下南海 七岁之前必定妖王 此人太太生三子二女 前两子都是三四岁兼妖者 女儿无恙 第三子先已十岁 健康活泼 于是嘲笑先生补算不准 先生沉默不语 退回挂金 数年后 此人家中东窗事发 才知道第三子是太太与下人私通所生 于是众人越加佩服那个算命先生的算术 如此看来 世间有好多事情 不是依靠我们的一夺就能够了解 不必因为自身狭窄的知见 就轻易地否定别人 所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果然是这样 第三个 住游十三客 又是十三 鬼门十三针 住游十三客 十三总是和奇奇怪怪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难怪西方人都不喜欢这个数字 中国传统里的基础基础单位 最大就是到十二 是地支数 然后其他数都是从基础数上翻倍得来的 可能十三真的就是代表一些色相之外的东西了 大家知道 医学治疗有分很多科目 内科外科 妇科科之类的 这样一支排下去 一共有十二种都是普通的治疗手段和治疗项目 到第十三个就是住游科 这一科能治各种大病小病 疑难杂症 像什么指割止血 鱼刺卡喉 腰腿疼痛 半身不随 精神病 癌症等等 淋淋总总 不已而足 治疗方式以符咒为主 有时会稍微用一些简单的草药作为辅助 有人说这个是迷信 有人说是气功治病 还有人说真的是与鬼神有感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确实体验过 也见过通过这种方法治愈的病例 据说咒术师在学习柱油术之前 要发狠毒的事 比如宁肯断子绝孙 莫要符咒不灵之类的话 另外还有一种戒 要终身不吃某种东西 然后还要通过修炼什么的 很繁琐的程序 然后才能实际为人治病 我想这大概是咒识念力的作用吧 有时候人的念力是非常强大的 我曾祖父看过一个病人 是耶格症 相当于食道癌这样的病 来看诊的时候 情况已经很糟糕了 滴水难进 喝水都喝不下去 还怎么吃药呢 曾祖父婉言拒绝了 让他回家好好休养 其实就是等死了 半年多之后 曾祖父竟然在街市上又看到这个人 而且比以前白胖许多 气色也好不少 开始曾祖父还以为眼花 或是看到鬼 上前一问才知道 的确是这个人 于是问他是怎么好的 他说 家人带他来我家看过病之后 很失望 只能让这个人卧床等死 过了几天 有个姚灵一路过他们家 姚灵一就是手上拿一只手桌样的铁铛铛 病人一听到铛铛响 就知道郎中来了 把这个郎中请到他们家的时候 这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郎中让他们赶紧找一只白毛公狗回来 那时候都是看家护院的土狗 宠物犬很少 找这只白毛公狗还颇费了一番周折 狗找到后 郎中取了一点狗血 画了一道符 烧成灰之后给狗灌了半碗 另外的半碗让病人家属用小勺给病人灌下去 说也奇怪 本来滴水难进的病人 吞了一两勺的浮水 喉中的梗塞竟然打开一点缝气 半碗浮水慢慢全都吞咽下去 然后又让病人家属煮米汤给喂下一些 郎中在病人家住了八天 给病人和狗吃了八次浮水 这个病人已经可以吞咽流汁的食物了 至到这个程度 郎中说不必再吞浮水了 给留了一个方子 让它坚持服用半年 自然就会好的 临走之前特别交代 一定要看好照顾好那只狗 不要让它乱跑 要让它吃饱喝足 郎中走后 那个病人认真的吃药 照顾狗 可是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狗却得病了 不吃东西 迅速消瘦 没过多久就死掉了 那病人只能坠坠不安地吃药 身体倒没出现什么特别的变化 反而一天比一天好 我曾祖说 那个郎中用的是柱油枝术啊 他是把人的病转移到了狗的身上 救了这个病人一命 接下来说一个我的亲身经历 有一年夏天去朋友家玩 他们家住在湖边 天天打得到鲜鱼吃 湖鱼不比海鱼 子又多又碎 小子卡住了没什么关系 科技下 或者拿饭压一压就没事了 可是有次我让大鱼刺给卡了 扎得挺深 护天腔地的难受啊 使了好多办法都不中用 最后决定去医院取出来 在去乘车的路上 遇见同学的一个什么远方亲戚 四五十岁一大叔 问我们干嘛去呀 慌里慌张的 同学说 欲刺扎嗓子了 咳不出来 去医院嫁出来 大叔说 不用 我给你拔出来 同学不太信他 我想着能够不麻烦去医院 大叔回拔就让他帮帮忙 省得麻烦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叔拉我们到卖冰棍的小卖店 问老板要了一碗茶水 从怀里掏出烟卷包 撕了一块包装纸 沾着口水在上面化了一阵 烧成灰 对进茶水里 让我喝下去 我看的那个恶心 但是又不好意思拒绝 一想反正也燃烧过 消毒了 忍着喝下去 喝完大叔让我咳咳看 我用力咳了几声 嘿 于此就真咳出来了 另外一则 我读大学那会 有个同学足发辈 就是脚背化膿红肿 跟馒头似的 疼得不敢走路 因为都是医学生 就自己照着书 也吃药也针灸 但是总也好不利索 搞得他挺纠结的 有次放假回家 回来以后 他天天往脚背上贴东西 起初我们以为是高药之类的 后来才知道是服 说是他们当地一个倒是给的 让一天贴一张 还念个什么咒 不用吃药 也不用针灸 他也老实 回来就照着做 贴了十天 就彻底好了 上面说了几种医术 咱们再说一个关于药的 人参经的故事 大家都听说过吧 记得还有个什么动画片来着 也是说人参经的 名字忘了 人参这个东西 可能是植物里面 生长最缓慢的东西了 三五百年 也就有大胶脂那么粗 一二百年的野山参 跟手指头差不多粗细 这东西生长 全靠吸收日经月化 按照科学的说法 就是吸收各种宇宙射线 作为营养物质 所以这东西疗效很神奇 功能很强大 要死的人赶紧灌一碗浓身汤下去 说不定就能救过来了 《红楼梦》里面的老祖宗归天之前 喝的就是这个 但还是死了 这说明 人参虽然神奇 也不是万能先丹 不是什么病都能起死回生的 给对的人用对的药 这一点很重要 野生人参的药力究竟有多大呢 我有一个同学 学药的 在药堂工作 有一次他们跪上礼货 有根上好的 山参调利节 三四公分长的身须子 也就龙须面那么粗吧 他趁老师没看见 就搁嘴里擒着 好家伙 有一个多小时吧 就开始流鼻血 咱们止都止不住 哥们实在没办法 就跟老师说实话了 老师赶紧让人给煮了绿豆汤 把药毒解了 鼻血才止住的 植物类的东西 一般都是没有灵性的 就是说 它们虽然会生长繁育 可是没有灵魂 怎么会成精呢 一个物件 年身日久地吸收天地精华之后 就容易吸引鬼神一类的东西过来 这些鬼神长期附着在这个物件上 就以妄为真 觉得自己和这个物件融为一体了 所以风神榜里的琵琶精 各种陶精柳怪一类的 就是这个道理 人身这种高能量的储存体 年身日久 肯定也会招来精灵一类的东西附着在上面 和这个人身一起修行 所以就成了人身精 这类精灵一般都很善良 还没听说有人身精害人的 一般都是人害人身精 可能与人身吸收的正能量有关吧 清末明初的时候 真正的野山参数量很少了 一般关外三省出产的比较多 河北和山东也都有出产 但是数量不多 而山东出产的人参 以泰山参为主 清末有个姓王的泰山山民 每年卖给红济堂上等泰山参十二根 供朝廷和省卫药员使用 另外也贩卖各种生煎药材 给红济堂和各家药铺 他采的参几乎都是百年以上 而且全须全意 人身这东西要想采权了很不容易 你想头发丝那么细的根系埋在土里 一不小心就碰断了 碰断的稍多一些 深的价钱就卖不上去了 数年下来 他也成了当地的富裕人家 在济南城中置了房产 考拥工收租卫生 不再上山采药了 坊间盛传此人积的阴工 有山神相助 才能支付的 这个药农和一个药店的老板是智交 他没发达那会儿 采的刺等药材没人要 没钱买米回家 只能四处挨告 这老板可怜他 一概收取 炮制好后 不失给没有钱治病买药的穷人 药效倒也不次 我曾祖父和药店老板是好朋友 此人发达的原委 也是他讲给我曾祖父知道的 有一回 药农上山采药 在山沟里听见有人呻吟 就跑过去看 是个没穿衣服的小孩子 四五岁的样子 浑身是土 药农问他怎么了 小孩子也不说话 抱着自己的腿 一边哭一边往上面看 药农抬头一看 头上有两条石梁 间距有一丈宽 离地也有六七米高 这小孩子莫非是从上面摔下来的 真亏他命打没摔死 药农掏出一些伤药 给他拖在腿上 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然后问小孩架在哪里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小孩也不说话 拿手往山里指 药农一想 总不能把孩子扔这里不管 回头再给野兽叼了去 背起孩子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山里走 心想他一个小孩子 也不会离家太远 估计走个一二里地 就找着他家了 走了约莫一带烟的功夫 小孩子突然挣扎着要下地 药农就把他放下来 孩子下了地 腿根没事似的 一溜烟扎进山林里了 可把药农给吓坏了 心想 莫不是遇见妖精了 还没回过神来 小孩子又跑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根上等的山绳交给他 他接过身看了半天 在找孩子的时候 孩子又不见了 药农在原地琢磨了半天 明白了 这是遇见人参精了 人参要想化成人形 没有千八百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千年人参 那得卖多少钱呀 不过这个贪念立马就收回去了 心想 咱也没那个命 人参精送我这根山绳 也够我好吃好喝两三年了 然后就下山了 回家之后 山绳卖了个好价钱 心里那个没 隔了一个多月 天还没亮 有人敲药农家的门 药农开门一看 门外没人 却吓了一跳 有个比人高的红球 在天上飘着呢 莫不是鬼 那球倒也不进屋 就在天上跳来跳去 药农赶紧把门关了 那个怕呀 什么鬼东西嘛 关了门 那红球又敲门 这样反复好几次 然后药农开窍了 这东西是要我做啥事 就穿好衣裳 沿好门出来 那红球就往前飞几步 他就跟着走几步 一直走一直走 进了山又走了一阵 红球落地不见了 药农走上前去看 是人参 原来是人参精 又送他人参的 又磕头又作衣的 然后把人参仔细 刨出来带回家 以后每月一次 次次不落 这么有六七年的时间 药农也成财主了 买了地又买了房 有次小红球再来的时候 药农说 人参精呀 谢谢你报答给我 这么多好处 这些年我挣的钱 也不少了 知足了 这次踩完我就不踩了 这座山能有多少人参 让我这么踩呀 以后我搬家去城里住了 你也别来找我了 咱们有缘分的话再见吧 后来药农搬进济南城住了下来 一直活到很老才去世 子孙的福气也很多 接下来讲一个 关于业障的故事 中医的诊疗法里面 型儿上的成分比较多 什么气色脉象这些 都是靠医师本人去收集分析 然后做出诊断 为病人开放的 所以即使是同一种病 你去看十个中医 也许会有十种诊断结果 和十个处方 这并不奇怪 每个医生的观点和角度不一样 所以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治疗 所以才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因为这其中几乎没有什么标准 可以遵循 是完全依靠医师自身的 学识和见识做出决断 所以一般的人都会比较 迷信老医生的话 胡子越长 可能经验越丰富吧 普通的民众总是会有 这样的想法 问题是怎么判断医师的诊断和处方是正确的呢 因为没有明确的鉴别标准 只能依靠病人自身的感知去判断了 所有的病 如果你吃一个医生的要七天以上 还没有任何改善和好转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换个医生了 不要相信中医慢 要慢慢调养之类的话 那只是无能的医生蒙骗患者的鬼话而已 可以暂时没有反应 毕竟身体需要一个自我调整的时间 但是再长也不会超过七天 三十年代的青岛远离山东内部的混战 偏安易遇 一时名流云起 文化繁荣 有小香港之称 一些知名人士也都在青岛置办产业 养老休闲之用 有位国内药员的母亲 被儿子接去青岛疗养 老太太有一种怪病 两手两臂 乃至肚脐以上的上半身 哭黑皆如裂漆 笔记上用的这六个字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象出来 就像黑色油漆干裂破碎了一样 总之就是皮肤干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还是黑色的 我想象一下都觉得恐怖 但是围除头面 头和脸又没有任何毛病 江南江北无数的名医都给看过了 她的这个病十几年 吃了多少药呢 所用人参一味 已于百斤 以前给富贵人家看病 医生们总是喜欢用一点人参的 一是因为久病重病身体虚弱 前面讲过人参很补嘛 第二 因为那时候人参贵 看一点人参出去 要店能给点回扣什么的 第三 还因为迎合病家的心理 人家有钱吗 你给开便宜的方子 人家就会讲 你不给我用点人参这样的好药贵药 我的病能不能好呀 人都是会有这样的想法的 现在也是 刚才说到光人参就吃了快一百斤了 可是这边一点都不见好 做儿子的很孝顺 所以就很焦急 这一年的夏天 又在青岛搞了个明医大会诊 江南江北请来明医十数位 我曾祖父也有幸被邀请到 你想 十几个大夫错在一起 有的说因为痰 有的说因为风 有说因为这里虚 有说因为那里时的 意见很不统一 开的那些方子 老太太几乎也都吃了一个遍 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 大家都在为难交际之际的时候 有个陕西来的医生说 我一直信仰佛教 佛教里有业障的说法 各位医生的诊断都有道理 但是总也治不好 恐怕你母亲得的是 与鬼神有关的疾病 有些医生很唯物 一听到这位医生这么说 马上拂袖而去 说自己不屑于这样的神汉 唯物之类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给自己 找个台阶下 总之就是走掉了 那个长官也将信将疑 于是又去请老夫人 出来问问看 佛教讲 杀生 淫乱 偷盗 欺骗 饮酒 这五种坏事 随便做哪一种 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 都会受惩罚的 老太太回想半天 说别的毛病我倒没有 就是年轻的时候 爱捏蚂蚁 然后巴拉巴拉叙述 她的施虐过程 我就不翻译了 最后她天真的问 是不是因为做了这种事情 才得了这样的病 医生沉词了半天 说 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 您不如真心地忏悔 做几场法事 超度被您伤害过的生命 看看会不会有所好转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长官马上请僧侣 在她家乡和青岛两个地方一起念经 做法事 老太太亲自上场忏悔 并且坚持行善 不再伤害生命 她的病竟然慢慢得到好转 半年多之后就痊愈了 还有一则类似的议案 放在一起吧 某村的流逝 自称被鬼魂缠绕 非常痛苦 据说鬼魂是难以忍受 她的毒打而自杀的婢女 曾经请过道士来做法 但是道士说是有明确的债务关系 他们也无能为力 中药里也有通过药力驱散鬼魂的配方 但是要煎好之后 不是还没端到面前就把碗打碎 就是煎药的锅子莫名其妙地碎掉 有时即使能喝到嘴里 就像是被人饿住了咽喉 根本无法下咽 后来过了没多久 这个女人就死了